小船不是小船拍完了 放个长胶 这个芦苇也很好看啊 拍点这个芦苇的 好来看我表现啊 来先扶着这个 请修 背对镜头回头看车面 突出意境 奔向大海 有人叫你回头的感觉啊 我们拍芦苇的时候啊 尽量的可以多找一下立光啊 立光的话我们拍到这个芦苇的周围是有一道光圈的感觉啊 那个质感啊 跟空间感觉非常的好 抱着芦苇感受一下温柔的阳光 捅着芦苇想一下远方的爱人 拿着芦苇挡下阳光 点赞关注 今天在雪山脚下拍一组啊 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空旷 我们拍一组 孤独寂寞冷的感觉啊 来开始 风中沉沉 坐起来 遥望远方 膝盖靠拢 手往前撑 回一往四 背对镜头 回头看侧面 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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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头 闭眼睛 跪下来拍一张 手拖着脸 呆姿的眼神 注意这个跪着的动作 这个脚一定要拆到 如果像这样的话 你看像什么 相同的动作 像我们这种颜子高的 可以再两张特写 其实把人拍美 是摄影最基础的一个层面 我拍摄的照片 更注重的是情绪和情感的表达 就在 点赞 关注 再来继续自己 今天我人间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隐形 这个面积已经小了 我们找角度来拍一张 用树叶挡点 看镜头 拿片黄叶挡眼睛 车身回头 身体全清 看镜头 用黄叶当前景 回头拍特写 换上广角 拿个背对镜头 转身回头的 简单 关注 秋风涩涩 天意见凉 今天咱们拍一个乡村小道 咱们拍一个忧郁点的感觉 就感觉男朋友跟别人跑了的感觉 明白吗 男朋友跑了伤心 加点失效 靠着树上头发随风飘舞 手插口袋看镜头 注意忧郁的眼神 用树干做前景 框架是勾图 所以我扶在树 忧伤的看地上 季节不一样 咱们拍摄的照片的感觉 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说我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 给我的感觉是比较凄凉 凄美的感觉 所以说我今天拍摄的照片 大多都是比较忧伤忧郁的风格 就这样 点赞 关注 今天教大家几个旗袍的美姿 我们可以借助伞作为道具 可以抱着伞 记住拍旗袍的时候 一个腿要顶一下 这样一个曲线 这样顶一下 都可以 看前面看侧面都行 然后我们可以撑伞动作 撑开 腿继续顶 然后看前方 看地上 看镜头 都可以 然后我们伞 正常撑着 一个手捏下裙子 看地上 走一步 看侧面 然后我们转侧面的 可以抬头看上面 捏着裙子看地上 记住这个腿一定要有个 往前顶的一个动作 这样才有个S线 我们可以背对镜头 回头看侧面 还可以扛着伞 转身 还可以把伞 放在前面做前景 摸着伞 看地上 撩头发 看镜头 修着 点赞 关注 我们利用这个边框 哪个框架是构图 打开门 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们坐下来 膝盖稍微往内扣 手撑一下 继续拍车鞋 相同的动作 侧面轮廓好的 我们再转 顺便拍一张 颜值高 没办法 继续拍车鞋 我在盖茨的摄影师容颜 点赞 关注 拍花很简单 长焦 大光圈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85 1.8的 好 我们开工 正面走路 看旁边 抓拍 衣服上有沙的 我们可以把沙撩起来 当道具 拿着沙 側面抬头臂眼睛拍张衣镜 闭眼镜闻花陶醉的感觉 利用前景增加画面空间感 蹲下抬头臂眼睛感受一下花香 点赞 关注 丽江的天气就是如此多变啊 刚才还有太阳 现在又下雨了 咱们一装已经画好了 只能找个室内的景 我们就就地取景吧 好吧 当现场环境有点砸的时候 咱们用长焦大光圈 让视角变窄 以局部为背景 扑出人物 有点蠻懂的眼神 懵懂的眼神 颜值高的顾客 多拍特写 郭静明老师 看我的眼睛和颜值 能给张S卡不 点赞 关注 我们拍客人的时候 我们先要观察一下客人的脸型 没得低头我看一下 转脸我看一下 对 画一边转我看一下 对 抬头我看一下 每一个角度好看的 不拍了 我是削车的 没事喜欢带点工具在身上 作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我们 找顾客的最佳脸型 这个是最基础的 一定要懂得这个找脸型 好走 我们去拍 双手往后背 转身看镜头 双手往前撑 对角线构图 好 我们蹲下来 左手脱下巴 上方留白 二分之一构图 向着来了 拎着裙子走路 回头看帅哥 骑着裙子回眸一下 用花瓣做点缀 拍张特写 点赞 关注 我们拍芦苇的时候 我们还是选择拍立光 记住我们拍立光的时候 太阳的那个范围 就是天空 我们不要让它曝光太过度了 我们宁愿人黑一点点也没关系 我们继续来一张 遥望远方的拍张特写 抬头闭眼睛 想想远方的爱人 不是为了什么明天 侧面迎着风 叼一下头发 朝着太阳奔跑 可以拍张背影 也可以回眸一下 提着裙子走路 回头看侧面 拉着颅尾 侧身回头看地上 接着我们拍全身的时候 这个裙摆 往前头方向拨 延长 选择傍晚拍摄 因为早晨起不来 今天这个模特 我们带了一个毛毛的帽子 记住我们不要买真的毛皮 这个是9.9包油的 假的 我们为了突出这个质感 我也选择用逆光 你看周围有一道这个光线照射过来 画面非常有质感 然后力气感非常的高 空间感也得好 上一期很多朋友问我 易光是不是要加反光板 必须得加啊 一定还有反光板 好我们开拍 摆POSE的时候 我们为了让画面更生动 我们伸直眼脸不一面啊 背对镜头回头看侧面 用芦苇做前景增加画面的空间感 手靠嘴唇 性感无媚的眼神 单手扶头偏头痛的感觉 身体和脸不在一个平面上啊 身体正面 脸微侧 这样画面更生动 拍张特写 拍特写是手与脸的故事 也醉不及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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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 哈哈哈 为什么很多人的照片拍出来那个笑容是很僵硬很不自然的呢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啊 很多人拍照的时候是等客人完全笑开了以后再按下快门 比如说这个状态按下快门 这个笑容就已经僵硬掉了啊 非常僵硬 正确的做法是 当你看到客人要笑的时候 咱们就迅速的按下快门 因为你的大脑只会你的手按下快门 然后再到快门相机快门打开 记录这一瞬间需要零点几秒的时间啊 所以说当客人刚要笑的时候 你按下快门 抓拍出来的就是客人正在绽放的那一瞬间的笑容 这一瞬间正在绽放的时候这一瞬间的笑容是最好的啊 千万不要等到顾客笑开了这样再拍 记住了啊 觉得有用就点赞收藏 今天教你们几个常用的坐着的旗袍的美姿啊 让我们正面坐的时候要敲腿 不然就走光了啊 扇子啊拿扇子的手势还是要注意啊 可以靠着一下啊 好 拿扇子挡点 好 然后转稍微测一点啊 腿形摆个J字形啊 继续拿扇子 继续拿扇子 好 然后我们可以把凳子测过来啊 我们可以靠着一下 我们还可以把凳子 我们还可以把凳子转过来啊 可以靠着凳子啊 好 今天就交到这里 点赞 关注 走 冷冷的天空 好了 鬼哭了 好 别唱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景太美了 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情感 只有高歌一曲啊 好 我们开始拍照了 秋天的阳光照着身上非常的舒服啊 咱们直接回头面对阳光 但是眼睛会这么开 咱们直接闭上眼睛手扣额头 背对镜头回头看侧面 手扶着树探出身子看远方 小妹妹我左船头 那些暴向家 哇哦 飘柔就是这么自信 回眸一向 天窄 关注 没见喜欢了不拍了 哎没礼没礼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我拿我们店的真理店字报啊 本年度啊里马的 最新时尚定制款 不着急啊 先化妆包里面 开工 哇,你看呢,够时尚吧 哇,真好 点赞,关注 夕阳,湖边,栏杆 我们拍一个复古港风的感觉 手搭着栏杆背对镜头,回头看侧面 手搭栏杆散步,凭着风回忆往事 背靠着栏杆,摇一摇凌乱的头发 双手往后搭,让往事随风 天晓风,漫长路快要走 犹豫的眼神,回头看迷惯 太阳刚好快落下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拍张剪影,降低曝光 拍车面 将一发光感情 我本来忘了笑 点赞 观众 今天模特没来 我来 我们拿这个吉他当个道具 我们用这个瑞英爱丽莎的灯 补一下光 走一步手搭栏杆 看旁边 其他放下来 向后靠 忧郁的眼神 看地上 看着后面抬头闭眼睛 心碎的感觉 躺在台阶上 伤心欲绝 想想逝去的青春 躺下来 孤独这么冷的感觉 用手挡脸拍张特写 颓飞的感觉 下班了 回家了 点赞 观众 索尼到底香不香 用了十年的李康 用了八年的佳能 最近换的索尼 我告诉你 真香 索尼的快容度 秒杀同级别的 所有的佳能的相机 但是呢 高感方面 还是欠缺一点 索尼呢 如果是视频为主的话 可以选择S系列 像我这样拍照为主的话 我选择是R系列 自己玩的话 兼顾视频和拍照的话 选择M系列 拍照为主的话 其实A7R2这台相机 就很不错了 画质是相当的好 就是对焦方面 它的人脸识别的时候 你追踪对焦 比较慢 有点跟不上 A7R3的话 这一点就改善了很多 就是从单反 换成微单的话 咱们看着屏幕拍摄 刚开始 真的是特别不习惯 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 来试影一下 这就是我最近用了 索尼的一个感受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佳能的头都出完了 还剩最后一次 有需要的 大家可以私心我 点赞 关注 点赞 关注 好 请教我一个牛选吧 等我回来去 等我回来去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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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问我拍夜景的时候 相机该如何设置 其实很简单 首先你需要一只大光圈的镜头 这个50的1.8就很不错 又比较便宜 光圈咱们直接开最大 开到1.8 速度设置到 你自己手能端稳的最低速度 我一般设置到100或者80 咱们1.8的光圈 80的速度 先拍一张 曝光不足 怎么办 提高感光度 我这个打了2000 拍一张 正常曝光了 现在周围环境是正常曝光了 但是人物的脸上和背景的光线 不太一样 人物的脸上会偏暗 因为背景有时候是有灯的 咱们就需要一只鼓光灯 来补一下人物的脸上 这个鼓光灯的强弱 咱们可以调的 可以调的 就这就OK了 点赞 关注 1000块钱 能不能玩摄影 今天我告诉你 一样能玩 我们买二手的 我首先推荐的是 尼康的 D300 几百块钱 然后再配一个 50的标头 一样的几百块钱 1000块钱 搞定 要好一点点的 尼康的D300S 还带视频功能 就是对焦的话 可能要实现手动对焦 然后更便宜点的 也有尼康的D90 这几台机器 当年在影楼里面 也都是咱们专业摄影师用的 机器的质量 成像 都是不错的 点赞 关注 显示器 无论是对于咱们工作室来说 还是对大影楼来说 都是相当重要的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后期修片部门 显示器的色彩 直接关系到出片 做成品 做相册的色彩 如果屏幕偏色 你在显示器上 调的颜色再好看 你做成成品以后 出来的颜色 是非常糟糕的 其次就是顾客选片的环节 一台大尺寸 颜色真实且好看的写示器 会大大的增加你的二销 这个是我以前 开影楼的时候 亲身实验过的 我这台新入的名机 SW2700C 专业摄影显示器 使用了几天以后 这个广色域的色彩 真的是看起来 非常的舒服 而且没有色差 而且接口的搭配 也是相当的丰富 有什么SD卡槽 Type-C接口 还可以支持手机充电 一根数据线 就可以传输数据 大大的提高了 后期的工作效率 不仅如此 这个遮光照的设计 我觉得也是非常人性化的 当外面的光线很强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调片 就是掌握不好 这个照片的亮度 加了这个遮光照以后 这个亮度的掌握 就是得性应手 所以我觉得 无论是咱们摄影工作室 还是专业的摄影师 都是很有必要 配备一台专业的 摄影写实器 很多朋友 想看一下 这组照片的原片 我下一期 就用这台写实器 用原片 跟大家分享一下 调色的思路 点赞 关注 某鱼刚入手的 一个二手702002代 我们买二手镜头 首先要观察 里面有没有霉斑 因为这个霉斑 是特别难清理的 就算你拿去 修镜头的地方 拆修下来清理完以后 它可能还会 滋生那个霉斑 如果没有霉斑的话 有细小的灰尘 那个是不影响成像的 那个没关系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螺丝 有没有拆修过 这个没有明显的 拆修痕迹 证明就是 没有拆过 然后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镜片 看镜片有没有裂痕 或者是划伤 对着可以不同的角度 对着不同的光线 我们多看一下 镜片有没有划伤 这个也很关键 这支镜头 成色还不错 我们试一下功能上 有没有什么问题 阻力很顺畅 对焦还是挺快的 我们拍一张试一下 对焦拍摄 没有任何问题 自动对焦 没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下手动 打的手动 对焦 没有任何问题 最近几年 我买的所有的器材 都是二手购入的 以前还经常买新的 现在从来都不买新的 新的没有性价比 我们在某一平台 买二手器材的时候 首先要看一下 卖家的信用 最好选择是 信用极好的 我们选择信用极好的卖家 但是尽量的 不要选择专业的二手商 专业的二手商 他可能会挣一部分差价 我们可以看他 所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前一段时间 卖一辆自行车 过两天卖双鞋子 再过两天卖个镜头 这种很可能就是那种 业余的 摄影爱好者 我们可以选择这样的商家 因为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 他平常的使用频率 也不会很高 所以买这种商品的话 一般不会错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 千万不能贪便宜 比如说这只镜头的市场价 在6800 如果他标价5000 或者4000 这个肯定是有猫力的 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之前有个粉丝就私信我说 在某鱼上 然后买一个二手的镜头 结果被坑了 商家让他加他的微信 然后在微信上私下交易 大家千万不要在微信上私下交易 一定要走平台 有什么问题的话 平台上是可以找客服 可以退货的 我有些没有说到的地方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祝大家国庆中秋快乐 点赞 关注 这个包装太大了 这个怎么装呢 我来研究一下 设计的还挺内心的 打工高成 看起来挺复杂的啊 只是装起来还是挺简单的 像我这么小气的人啊 花锯子 回工作室 购录了一台 专专业的摄影显示器 明基的SW27C 做专业的事情 还是要专业的东西来啊 下一期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使用感受啊 和我这台显示器的设想 点赞 关注 闪用的差不多了啊 我们换个扇子啊 两个手拿扇子 拿扇子记住啊 千万不要这样了啊 这样是拿菜刀切菜了啊 一定是拿着花子啊 捏住扇饼的中间 正面的时候挡肚子啊 腿继续顶 挡下巴 挡脸 记住啊 手和脸靠近的时候 我们可以拍半身和特写 像这种动作 侧面的挡额头 继续挡脸 一般的扇子 我们可以放在镜头 这个方向挡脸 这样又可以修饰脸型啊 刚才是拍的 传统一点的感觉啊 如果拍时尚一点的感觉 我们可以用这种折扇啊 插个腰 腿继续顶 耸肩 扇子随便怎么靠 都可以啊 正面侧面 提裙子 好 就这下期教你们 怎样拍坐着的旗袍名字啊 点赞 关注 很多粉丝朋友 问我这组照片的调色思路 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原片 我们首先加点对比啊 把高光和白色降一点 阴影和黑色 马上拉一点啊 为了保留更多细节啊 清晰度我们加一点 因为我是要突出一种孤单这么冷的感觉 所以饱和度可以多降一点啊 橙色黄色绿色前夜 包括天空的蓝色 我们都多降一点 然后明亮度里面 我们也把黄色啊 压暗一点 绿色蓝色啊 天空的眼色也压暗一点 大概的感觉就出来了 后期调色我们还是需要选择一款好的显示器 明基的这款SW270C专业显示器 DELTA1值小于等于2 也就意味着我们肉眼很难察觉到这个色差的存在 很多朋友抱怨调换色打印出来的照片 或者是发到手机上看的时候 这个色彩完全变了啊 这就跟显示器的这个色差有关 不仅如此色域的选择不正确 也会造成预览时候的色差的存在 明基的这款SW270C专业摄影显示器 广色域的覆盖 完全满足了我的工作需求 同时还能够用这个OSD操控器 一键切换色域进行预览 非常的方便 关注我 分享18年摄影经验 很多朋友问我镜头如何选择 因为我主要是拍的外景人像 我今天就跟大家推荐几支我常用的镜头啊 首先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这支70200啊 用起来非常方便 全像质量也很优秀 其次是这支351.4 这支镜头就是大光圈的时候 喜欢跑焦啊 它的缺点 其次是这个501.8 也挺好用的 使用频率较少的是这个1740的光角 有时候拍大场景或者是拍大长腿的时候 用一下这支啊 就是如果大家只考虑买一支镜头 而且预算充足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上这个70200啊 其次 可以买这个35的1.4 新手入坑的话 我就建议上这支50的1.8 又便宜又经济又实惠啊 你把这支镜头完毁了以后 你就懂得你该需要什么镜头了 你就不会问别人了 像那种大变焦的镜头 比如说什么20105啊 20200啊18135啊 这种我是不推荐的啊 它什么都能拍 但是什么都拍不好 好的今天就聊到这点赞关注 之前很多朋友私信我啊 2000到3000买什么相机 这个价格的话只有二手的啊 今天我就跟大家推荐几款 性价比比较高的二手的这个价位的相机 首先我最推荐的是尼康的底610 这台相机的宽容度啊 画质和色彩都非常不错啊 其次是佳能的6D 再其次的话可以入索尼的A71一代啊 但是就是索尼的镜头会比较偏贵一点啊 因为它是微单了 有没有1000块钱以下的单凡呢 下期我来跟你介绍一下 点赞关注 如果有天真的消失了 请不要埋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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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好好去爱过 是你没有 好的珍惜过我 好 好 有様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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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